那你爹在去世之前 有没有跟你说过 什么奇怪的话 结婚前 我爹跟我说 他说如果有一天 他不在了 让我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孝顺娘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奇怪 我问他有什么事 隐瞒我没有 他说 就是不舍得我出嫁 还有呢 记住爹今天跟你说的某一句话 不要跟任何人说 我发誓 还有呢 没有了 我去吃点 我们的运气啊 还真不错 没想到日本特工真的出现了 我早就安排好了此事 即便日本人不出现 我们也会成功的 现在 只不过是锦唱天花而已啊 那倒是 不过 为什么要安排段思琪进特训营啊 我们原本的计划可不是这样的 催眠术不是万能的 万一段思琪没有说出 心中的全部秘密呢 我让薛一进主动的去接近他 就是要套出 他心中的全部秘密 不管 套得出套不出 我们还真的把他送到南京去啊 孙政爷 你一定要知道 分蛋糕的人越多 咱们分到的就越少吧 有道理 最重要的是 段平山遗言里说 如果段思琪遇到了什么难处 让他去找杜宇石和段启凡 我们现在虽然得到了杜宇石那把神秘的钥匙 但段启凡的口诀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啊 只有把他凑齐了 我们才能最后找到藏金的地理 难道不能自己想办法破译吗 离骚一共是三百七十六局 此意又是晦涩难明 我想了很多办法 还是破译不了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派人在追杀段启凡 只要把他做到一切 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段思琪啊 就是个鸡肋 留着是个祸害 杀了吧 又怕线索真的在他身上 所以 还不如把段思琪控制起来 让他慢慢地变成一颗听话的棋子 你就不怕把刀磨锋利了 最后 沾上自己的血 他学会的都是我教的 我不教 他也学不会 可别忘了 我可是他的马叔叔 是他的救命恩人 你看 这个虚云剑不是也挺听话吗 江还是老的辣呀 那好 我就等着看好戏了 好 思琪 我帮你洗吧 我马上洗完了 好 小鱼 思琪 思琪 你怎么来了 我现在是彻底的无产阶级了 你这还找火炬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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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不是结果不太好啊 我已经试探过很多次了 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行了 就不要勉强了 师父 我们可不可以 失忆至死就想开点吧 毕竟活着就是有希望 还有 孙专严已经派人 在你们门口监视你们了 你可千万别干啥事 是啊 我看到了 另外 一定不要把真相告诉四奇 他知道越多 他就越危险 是啊 昨天 蜜茶主在秦龙巷 抓了一个共挡 我看 就在那个地方做局吧 到时候 日本人一定会去核查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留下任何的破绽了 好 我知道了 时候不早了 你也坐这儿睡吧 好啊 我的天啊 是的 对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那我响了 到了 我的天啊 我响了 我的天啊 我响了 谁 爹 是我 小雨 快起来 爹 别烧什么了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那本书吗 你怎么烧了呢 我们有一位同志 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了 为了防止万一 跟过去有关系的一切 必须销毁 回头你也经理一下 我知道了 小雨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爹 紫岗已经跟他的封建家庭决裂了 您就让他留下来吧 不行 为什么呀 您不是一直都很愿意帮助人的吗 我们行动队 是以这个药铺作为掩护 每个同志 都不是经过反复的考察 你擅自让他留下来 已经违反了组织规定 可他是我的同学 您对他也很了解啊 您还说他是可诉制裁呢 那他现在这样 我总不能赶他走 让他去对他的封建婚姻妥协吧 我觉得你对他的关系有些过头了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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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喜欢他怎么了 行不行你给句痛快话 爹 你怎么了 我的女儿 已经上大成人了 爹 您是答应了 公司一定要分明 这件事 我会想组织申请处分的 至于他能不能留下来 我再可照顾商量 哦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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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哥 你要有事你就先去忙吧 不用担心我的 四姐 不论我做什么事情 都不想要伤害到你 我知道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 我伤害到了你 那我也是为你好 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萧探长 我 对小姐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来这儿报警的 跟我来 我死去 你不认为你 那我自己咱们 不想要伤害到你 我现在承知了 respectful 小团长 你怎么来了 云哥 你回来了 徐先生 这位小姐到警局报案 说小金堂的人 害了他娘 又要绑架他 我怕他不安全 就给他送回来了 云哥 小团长人特别好 徐先生 以后 别让段小姐到处乱跑 现在外面不太平 是啊 给萧探长找麻烦了 那我就告辞了 谢谢 再见了 段小姐 萧探长 我的事 麻烦你多费点心 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思琪 我去送下他 以后回来找你 嗯 你查队的人在暗中跟着他 你别太担心 不过我看他一心想找小金堂的人报仇 怕是会惹祸 我知道了 你确定是日本人在对付他吗 我之前调查过那几个日本人 我在他们的住处发现了电台 可我总觉得我一路落实问 哪里有点不对劲 来不及了 就怕孙专员耐心有限 夜长梦多 我知道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也没有跟你说过不要到处乱跑了 这样我会很担心你 知道了 只是我一个人在这儿 我一闭上眼就想起我爹我娘 我真的好想他们 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其实你好好地活着 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危机 如果你要是觉得待在这里 总会想到他们 那我帮你找份工作 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好啊 我担心啊你有了工作之后 就把我忘了 怎么会呢 要不我给你盖个章 你看 我在你手心里面写了个旗子 以后我要去工作了 他会天天陪着你 你可不许想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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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吧 小鱼擅自让组织岗留下了小板塔 我负主要责任 我正式向组织申进处分 爹 赵叔 让组织岗留下吧 他进步很快的 才对 我觉得你有时候就是太苛求了 我跟组织已经商量过了 他们的意见是既然已经住下来了 那就观察观察 那好吧 谢谢赵叔 谢谢爹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谈这个事 沈芳同志已经好几天没有消息了 我想明天去清零巷去看一看 沈芳如果被捕的话 那个联络点就应该已经暴露了 你一定要小心啊 爹 我会小心的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听说国民党军事密查组正在图备一个女子特训营 正在招收失灵的学员 组织让我们留心一下 如果有可能的话 看看能不能派一个人去打入特训营 让我去 太危险了 我不怕危险 让我去吧 我一定可以完成任务的 不行 你不合适 我为什么不合适啊 爹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 别说了 我说不行就不行 出去 爹 出去 对不起 是我太自私了 才对 要不算了 那年去送酒包 小玉于事大意 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 当时我受了伤 行动不变 是小玉的娘 是小玉的娘 冲出去 拧开了那些汤 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 她离开时看了小玉的那种眼神 她最喜欢小玉了 对不起 让我再想想吧 我理解 我理解 娘 娘 我去不把人家乱 他也忘了 我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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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哥 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 可是 我不敢问 我怕问出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 云哥 只要我们在一起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不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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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柒 嗯 对面就是詹姆士杨福店 我进完派好了 你进去之后 找李沧海就好了 嗯 再给我写个旗子吧 写好了 寫好了 你看 現在我的兩個手傷了 都有你的氣氛了 可惜你的手太硬 都沒有留下一點點抗擊 手傷要什麼痕跡 痕跡都在幸運 有罪化身 我先走了 等一下 去吧 你也趕緊走吧 下雨吧 我看著你走 心之緣 別來無恙 問天上 明月亮 可知我 心中所想 天地間 天再無瀰漫的小年 那是與你幻想 麻煩你把這包裹啊 送到新農巷的十七號 交給一個叫沈放的先生 就說這是他在戰博市服裝店 訂的洋服 如果他沒在 你放在門口就可以了 好 那我這就去 好 路上小心點 嗯 青龍巷十二號 十六號 青龍巷十七號 就是這兒了 沈先生在家嗎 沈先生 有人嗎 有人在嗎 站住 喂 你們什麼人 喂 喂 這是我給沈先生的 你不能這樣 這是什麼 姓沈的是貢的 他已經被逮捕了 你還敢給他傳送情報 你說什麼呀我都不知道 這個是你沈海先生 讓我送來的 私通共黨是死罪 把他給我帶走 不能冤枉我 放開我 放開我 師父 我好像犯了大錯 只有以通共的罪名 公開地 逮捕斯奇 日本人才會相信 斯奇 徹底地消失 雖然殘酷點 但只有這樣 斯奇 才能開始新的人生 雲兒 走吧 段斯奇為什麼會出現在青龍巷呢 如果僅僅是為了抓她的話 根本沒有必要誣蔑她是共產黨 這不是畫蛇天族嗎 這是密殺主故意捨得去 他們不惜暴露青龍巷十幾號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隱藏真相 你是說那筆藏金 沒錯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情報傳染起來 作為一個邏輯推理 首先由斯安田被刺演出這筆藏金 那筆藏金 段斯奇被捲入 刺客是薛淫君 之後 馬慧龍的出現 斯奇姐 段冰山 鋪雨時 如意 突然意外死亡 娘 這之間最重要的關聯 就是這筆藏金 然後呢 我們一起來分析 馬慧龍 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首先大前提 這筆藏金確實存在 小前提 段斯奇是僅存和藏金 關係最密切的人 你過目不忘 但是 千萬不要跟任何人說 木朽雨林 封閉摧之 姓沈的是共黨 他已經被逮捕了 你還敢給他傳送情報 所以馬慧龍想控制段斯奇 得到藏金的秘密 他布下了這個局 想讓段斯奇 在所有人面前消失 那你說 他們會把段斯奇藏在哪兒啊 最近密查組 正在以特殊人才培訓班的名義 招出許願 我查證過 出自構想的人 正是許英俊 你能確定嗎 萬一不是這樣呢 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段家和杜家 這些年 一直守著這筆藏金 這筆藏金 只能用於救國救民 就算是你死我死 我們也要保護好這筆藏金 即使面臨生命危險 他們也從來沒有退縮過 沒有妥協過 這件事 於情於理 我們都不能坐視不理 你真的決定了 好 小瑜 報紙上有個九宮格兒遊戲 你試一試 等一下我要檢查 看看你最近有沒有長進 你好 你好 好 按照這個方子 給我抓石膚藥 快一點 謝謝 好嘞 你在那兒稍坐一下 小姑娘不錯 這麼難的九宮格 就算出來了 很難嗎 好 口氣挺大的 要不這樣 我出道題考考你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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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在藥抓好之前 如果你算出來的話 我雙倍付藥錢 我雙倍付藥錢 如果你算不出來 這藥錢我就不付了 敢賭嗎 賭就賭 賭就賭 好 好了 您的藥好了 好嘞 先生 這 是個人才 僥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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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特殊人才的培訓班 正在招受學生 我覺得你是個人才 應該為國家效力 特殊人才培訓班 是幹嘛的呀 來了就知道了 比給我 我是礦鳳 這是地址 好好想想 我覺得機會不錯 我等著你 如果你不來 我會再來找你 在這裡 找你 找你 找你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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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段思琪 我好心好意收留你 你总这么害我 李老板 我是按照你的吩咐去送的衣服 我从来就不认识沈老板 你胡说八道 我明明给的你是西服 你自己换成旗袍的 可是我从店里出来 就拿着这个包裹 我从来就没有打开过 我就求你了 我自己做点生意不容易 你就放了我 李老板你别这样 咱们都来这儿了 必须把话说清楚 谁都不能诬陷 说不清楚 我现在我就后悔 当初为什么答应薛先生 收留你这个祸害 够了 哪个薛先生 是不是你的同伙 一个介绍人 我们不怎么收 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是西服 你还有什么解释呢 我 看来 你才是共同 来人 抓下去 长官 我是被冤枉的 我真的是没冤枉的 长官 走 走 放开我 走 别碰我 我自己会做 吃吧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这么多菜都是我爱吃的 但是爹 紫岗他们都进货去了 咱俩吃得完那么多菜吗 只要你喜欢吃 只要你喜欢吃 就多吃 嗯 爹 来 你也吃一口 好好好 好吃吗 嗯 爹 你一直盯着我干吗呀 没事 没事 多吃 哦 小鱼 嗯 你认识 段思琪吗 没见过 只见过他跟紫岗的合影 怎么了 听说他出事了 啊 这孩子挺可怜的 又是紫岗的朋友 日后如果你要是见到他 记得好好照顾他 行 我会留意的 好 吃吧 爹 那天说的特殊人才培训班 我能去吗 不行 爹 我说不行就不行 现在城里这么乱 过几天 回老家避避风头 我不去 我已经决定了 吃吧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小语她走了 去找矿放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一切告诉她呢 小语聪明伶俐 性格外向 如果把真心告诉她 她会刻意去打探消息 那样会更危险 而这矿放 会对每位血缘尽用证深 她这样离家出走去外逃 反而没有破绽 真是难为你了 如果她能够找她断自己 希望她好好照顾她 蔡叔 我去找小语了 自搞 怎么了 蔡叔 小语 去参加国民党了 什么 干什么了 啊 走 走 怎么了 这个女囚犯吞进自杀了 是 通工的药饭 人交给你们了 好好给我看着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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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